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他的channel 今天拍片的时间可能会迟了一点 因为今天看葡萄牙大战法国 除了葡萄牙大战法国, 还有西班牙大战德国 两场都是5-5球, 非常烦旺 两场都踢到加时最后一分钟 葡萄牙甚至射12碗王法国 很可惜葡萄牙就输了 其实德国也不应该输的 因为有一球是首球来的, 西班牙射的那球 德国射西班牙首球 照理上德国应该输了12碗王法国 所以输了D不划算的, 说真的 但是西班牙也很高, 不过葡萄牙那一场 我觉得他们逼到12碗王法国是策略的其中一个 谁不知他有一个也不懂 因为他们的龙门很厉害, 上一次winning的style 连续够三球 上次是斯洛维尼亚 上次是斯洛维尼亚, 这次是法国 但是因为根据statistics, 法国射12碗最近的那几场都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他们认为信心比较大, 觉得如果入12碗自己赢盘呢 赢面是较大的, 很可惜啦 是错的 是错的, 斯朗就最后一场都踢完了 一个时代的终结了, 原来德国队都有好几个球员 好像Muller那些都是差不多退役的了 所以真的见证着有一个时代的终结了 那些老人家要退了, 新人下一届应该大部分我都是不懂的了 Anyway, 讲完踢球之后呢, 要讲讲这个选举了 那昨天大选之后呢, 就陈埃诺定啦, 现在终于是有一个result出来了 那一如外界的预测啦, 这个工党是大胜的 那总共是拿了411席 保守党呢, 是可以拿得回121席 那已经比本身, 我们之前的最坏打算呢 是已经多了啦, 因为之前讲过, 最多可能得... 可能最少是只有五十几席嘛 甚至乎第二大党的地位都会输了啦 那现在还保住的 Leap Dam 呢, 就有71席 那是非常之多的, 因为之前那一届呢 我询回来, 只有十几席而已 那所以他们多了成差不多四倍 那跟着第四个党呢, 就是SNP SNP就是这个苏格兰的独立党啦 嗯 他们呢, 就是输很多的 因为上一届有四十几席的 是 今届呢, 是只有五分一左右 那所以呢, 大部分的议席呢, 都被工党是拿了 整个苏格兰, 变了一片红色了 那新分党就七席啦, 差不多啦 有些独立党就六席啦 跟着这个北爱尔兰的DUP呢, 就有五席啦 Reform呢, 就得五席啦 就比这个预期中呢, 是少了的 那但是都有五席啦 因为, 因为它本身是零的嘛 是啊 而且是有一个变折了才有一 那所以它是, 它是乘五倍 多了五倍的 那跟着就是这个威尔斯那边有四席啦 那其他的那些就不值一提啦 Green Party是四席啦 Green Party是多了的 是啊 Green Party呢, 本身是只有两, 一席还是两席左右的 那都多了好几席啦 那我们可以Compare 这一个Graph呢 和我们昨天看到的Exit Pro呢 就是对比一下 究竟是有差多远啦 因为呢 这个工党呢, 昨天预计是拿四把十席的 你看多准 差一席就四把十一席 那保守党呢, 就预计是拿131 但是呢, 出来真实结果是少过的 就少了十席 那我十席去了哪呢 我怀疑就去了Lip Dam那里了 Lip Dam就61 那就... 真实呢, 就有71 Reform UK呢, 就应该有13席的 那但是呢 在这个真实呢, 就只有五席啦 Green呢, 就是两席 那真实的那个呢, 反而再多些 那我觉得呢, 因为小那些 就是比较小席数的那些政党呢 其实比较难推测一些的 因为他们 那么少 可以赢到 那你 你只有个二万个人的sample而已嘛 他这些个位数字的议席呢 其实就较难预测啦 那所以 Reform UK的分别是最大的 那但是呢 现在是Reform的Party Leader啊 Nichel Farage 他呢, 就是顺利当选了 他那个, 他应该是Clacton区啦 不用check都知道一定是Clacton区啦 那他终于呢, 在八次寻求这个当选呢 是最后成功了啦 Eat time lucky Eat time lucky 所以八这个是一个幸运数字 那我们看看这个chart呢 就是跟2019年当时那个 议席的分布所比较啦 工党呢, 是多了209席的 在这次选举里面 而保守党呢 是输了244席出去 那这个, 很明显啦 保守党呢, 输的不是只是输给工党啦 他还有输给其他的党派的 譬如是Libdam啦, Libdam是多了60席啦 这个SNP呢 苏格兰那边呢, 就少了39席 那应该就是输给这个工党啦 接着新分党呢, 就是没有变化 独立人士呢, 就多了6席的 那这个北爱尔兰呢, 也都少了3席 而这个Reform UK呢, 就多了5席 Green Party呢, 也都是多了3席的 就是Green Party本身1席, 多了3席 那如果大家看这个图呢 就是所有650个选区 分成一格格六角形的话呢 2024年见到呢, 一片全红啦 2019年呢, 就是一片全蓝的 再加上一些黄的 但是呢, 你见黄的和蓝的 就是这个SNP和保守党呢 都比这个工党呢, 是全部近乎吃光了 那表面上看呢 工党是完全大获全盛啦 嗯 根本是压倒胜出, 只压保守党 保守党现在是呜都没有呜的 那今天第一件事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新卫城呢 即刻就早上就公布了 他跟国王呢, 最后一面道别了 那跟着呢, 离开之前呢 也是对着记者呢, 演讲了几分钟 那几分钟的内容里面呢, 就宣布了呢 他将会辞去这个手上的职务啦 那这个很明显一定会啦 加上这个党魁的职务呢, 他都会辞去的 那但是呢, 他将会留任到 直到有新的人去代替他 他才会正式离任这个党魁 那这个结果呢, 就跟我们之前预测的 基本上就吻合啦 不过我心目中想着呢, 他会更加快的走得 就想着他今天呢, 就像David Cameron 那个Style呢 一选完, 即刻 早上说出来说完事呢 跟着你就见到他背着背囊走走那个状态 九百多磅背囊 是啊, 那其实呢, 所有的保守党议员呢 都是估他会这样做的 那所以其实这些消息呢, 昨天下午已经扔了出来呢 就是说呢, 是保守党里面的高层呢 压住他, 不准他这样做的 觉得, 如果你一选完之后呢 打完齿就不要和尚, 立刻走呢 那这个对于他们的形象上面呢 是更加大的损害啦 at least, 你都留到下一个来接任啦 就是你辞职, 那你都不是说 你不愿意交下去的 你不是说今天递信, 今天搭车撇的嘛 你毕竟是CEO来的哦 那你都要留在这里, 做完后面最后那几天 那等选到新的那个上来, 你才走咯 那另外呢, 亦都宣布, 因为他自己的选区呢 他是当选了的 竟然他是选到啊 那所以呢, 他说他会继续留任 他自己的选区的NP 那但是呢, 我都是 这次再次预言他这个呢 我觉得都不会耐咯 就是你可能会出席一两次 就是暑假回来的那两个月呢 他呢, 摊冻了之后呢 他又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理由 跟着就说有改变啊 那女儿要读书啊 那老婆病啊, 諸如此类啊 那他又可能会是离任的 我觉得他不会留下做NP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他的政治前途已经玩完了了嘛 因为他本身留在那儿 就是令到保守党输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也都见到很多的朋友在网上讨论啊 WhatsApp啊, 各样东西啊 我们自己围内都有一些聊聊天啊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他们都认为如果保守党不是新卫城做的话呢 他们的投票意向可能会很不同的 就是新卫城是阻碍他们去支持保守党的一个很大的叛脚石 那既然你现在已经输了 那你也都是摆明你是不会再有机会上去做这个位的话 那如果你是阿诚诚你这么聪明的情况下 你还会不会留在那儿呢 我觉得他可能是很surprise自己赢到一个选区 就是我是他呢 我选过输硬的区来选嘛 是吧 那你就一干二净咯 一了百了咯 没理由 都是的 是呀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希望的 我当然是选过是在工党票仓的位置来算 我给他赢了 那没办法啊 如果这样都赢就天意了 是吧 但是我觉得保守党的高层呢 那个决定是非常之正确的 我觉得要留得多久得多久 拖多就最好拖一年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PMQ每个星期三呢 就是两个党派要上去辩论的时候 那以前就说施己然站在他对面 他现在就调转位了 施己然就站左边 他就要站右边 那他就要负责质问施己然了 但是他输得这么可恶 他怎样质问他呢 整件事是会变成一个笑话的嘛 很尴尬 但是如果我是保守党呢 我觉得又无所谓了 因为都已经 让他尴尬一下 都已经输到这样了 现在尴尬是你而已 又不是我 我坐在那儿看着吃花生 我又不支持你了 我不出声 我看你被人串我都不出声 就是我觉得是要 是要被你瘦一点才能够 唉 但是暑假肯定很快就选下一角上去 是啊 下一角上去受了 那他呢 做AMP就坐到没雷工那么远 坐三顶位看 不出现都可以啊 是啊 不出现你吹吗 是啊 或者一直在看那些 AV旅游你不知道的嘛 对吧 那除了新伟诚昨天呢 是顺利可以当选做AMP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呢 都挺惊喜的 就是这个 柏菲文 Suella Bravenman 那昨晚我刚刚呢 打开电话看Live的时间 就看到Suella Bravenman 赢那一段 那看到他上去进行 就是一个简单的演讲 因为赢了嘛 那今早呢 新伟诚呢 他有道歉的 他说我sorry 我也都听到大家的人民的意见 我知道 就是我们是输得很彻底了 各样东西 那他承认了责任 他说这个是 完全是我的责任啦 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呢 是英国的选举制度里面一个 很优良的传统 一个精神来的 因为他最后 真的结果出来了 他也要公开坦白地去接受 还有承认过错误 嗯 你不要理他真心也好 假意也好 at least他有做到这件事 很多时候在其他地方 我又不是太见到这一种 就是勇于承认过错误 而且呢 就算是 施己言 这么恨新伟诚也好 他上任第一句演讲的时候 他也都 说多谢新伟诚 因为可能他的种族的问题 令到他的施政呢 可能会比其他人更加困难的 嗯 其实某程度上 他承认是因为他的 肤色问题 而会导致到有一个 我似乎这句听到有点不舒服 是的 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 他这样讲 不过就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了 就是 是不是里面潜伏了一个 一个肤色的阶级主义在那里呢 那我不清楚了 这件事情 但是呢 就 新伟诚道歉 就理所当然了 因为他是真的有要负责任啊 大哥 很多东西都是你搞出来的 但是呢 Suella Bravinman 昨天的演讲呢 里面一样有道歉 而我是看了Suella Bravinman先道歉的 因为今早的新伟诚先道歉 昨晚第一个道歉的 我看到的现场就是帕菲文 那他的道歉呢 我觉得是比新伟诚的真诚很多 就是我试试翻译做中文呢 他的意思就是 对不住 他第一句对不住 接着我们真的对不住 他说为什么对不住呢 他说是因为 我们没有听到选民说 We didn't listen to you 他说 14年来 保守党的执政 就好像是 就是他们是理所当然那样 觉得那些票呢 是不需要争取的 是你们自己送上门要投给我们的 我们没有去争取你们的票 我们无论做对也好 做错也好 的而且确我们就是错了 就是他的道歉是很真诚的 他也说如果我们这次都不听取教训 不去学习我们究竟错了些什么的话 那之后下来只会一错再错三错 永远都得不回你们的信任 他说他上任了之后 他会保持着他自己的承诺 他也都会重建大家对他们的信任 就是我觉得他的道歉 和新卫城那个有一个很大的反差 就是新卫城是有一种为港而港的感觉 而Suella Brotherman那种就是 他是真的坦白说是 我们就是错了 错就认 打就站定 他没有任何的收息在里面 就是这个错误的而且确是这样发生了 而大家给我们的讯息非常清晰 我们就是不值得信任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是要学习 我们究竟错了些什么 Learn our lesson 那这个就是他 昨天整个发表 之前那些就是恭喜多谢那些 但是后面这一段 我觉得是一个重点来的 就是我听完的感觉就是 其实你不用道歉 我也没有怪过你 也不是你错 对啊 如果是你选的话 应该就不是这样的结果 我不知道 其他英国人怎样想 但是如果是你选的话 嗯 就是我觉得你吸引力会马上回来的 他都是被他踢走的 对啊 他都是被新卫城 其实啦 我觉得他不是辞省国的了 他是一早有反抗的一部分来的 可能被人踢走了 是一早知道不成功的 所以他才被人踢走而已 所以我觉得 错不在拒 是啊 由于今次保守党 是输了几百值 所以有很多high profile的 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些 保守党的高级人物 他们都输了 就是成为了这个炮灰 第一个就是卓慧斯 左上角的List Trust 他那个选区 就听说是这个保守党票仓来的 近乎从来没有输过的 那么他都输了 他上一次就拿了二万多票 远远抛离对手 今次就差了六百多票 就输了给工党 那么很明显就是他那个区 都对他投一个不信任票 因为英国人的看法 那么右上角那个就是Grand Sharp 那么他就是英国保守党之前的国防部部长 那么他都是输了这一届选举的 左下角就是大家本身打算 如果新卫成不做的话 又换不到肥波上来 不如就换他上来 就是穆代林 Penny Morden Penny Morden本身就是保守党的政治新星来的 但是他都没开始发光发亮 那么今天就已经成为了炮灰了 右下角那个就是Jillian Keegan Jillian Keegan就是前教育部部长 那么这位教育部部长 我自己个人来说 就觉得他是死有余辜的 因为这个人 就是学校的RAAC那些问题 搞到一祸足这样 卸卸卸得厉害 但是他就在任来 也都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做过 最出名就是说 为什么没人赞啊 我有做事嘛 是啊 我已经做很多事了 为什么没人赞赏我的呢 现在选民就终于赞赏了 用票呢 是将你vote out了 但是呢 除了新伟成留下了之后呢 侯俊卫的Jeremy Hunt 都留下了 他又赢到他的那个选区 应该该走那些就不走 不该走那些就被你踢走了 所以现在保守党呢 要选回过党魁 所以他都有难度 我现在真的想到唯一一个候选人的 就是Suella Braverman 还有谁啊 只有Suella Braverman Pretty Patel是不是都走 也有啊 是呀 他有当选啊 当选的 当选的 要是Pretty Patel 要是Suella Braverman 那两个都是女性啊 嗯 那其他那些高标的那些都被他 都被他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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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灰得七七八八 所以都没什么得选了 现在的问题是 好了 节目的下半段呢 我就想讲讲 关于昨天的投票 整个结果呢 大家表面上看呢 工党是赢得很开航的嘛 但是工党是不是真的赢得这么开航呢 以昨天的选举 代表性又有多高呢 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graph 那英国呢自1918年以来呢 有这个民主投票的 这个投票率的记录 嗯 就一直去到2024年 那你见到呢 第一次有投票率记录的 1918年的选举呢 就只有57.2%的投票率而已 过半不是很多 但是第二次呢 就飙升到73%了 那跟着第二次 最低投票率的时间呢 就是千禧年之后的2001年 那当时呢 只有59.4% 而第三次最低投票率的呢 就是今次了 所以今次的投票率呢 其实是过去100年来 第三低的投票率来的 那你见到呢 由2000年打候开始呢 最高投票率那次呢 就是这个Brexit那一次 2016年 就因为David Cameron说 如果你们肯投我们一票呢 我们就会举行这个脱欧公投 那所以那次呢 就大量的人去投票啦 嗯 之后两次的保守党胜出的选举呢 一次分别有68.8% 另外呢 肥波那次呢 就有67.7%的 那所以今次的投票率呢 是比肥波那一届呢 其实是少了7-8%的人 嗯 那英国呢 总共有4800几万个选民啦 如果只是六成人投票的话呢 那实际上 其实只是只有2900万人左右 是今次有参与投票而已 其余呢 其实还有差不多成2000万人呢 是坐在家里吃花生 是什么都没做过的 那为什么英国人的投票意欲这么低呢 那其实呢 跟英国呢 这二十几年来的那个人口变化呢 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第一就是年龄啦 英国的中老年人呢 投票的意欲呢 往往是比年轻的那一辈呢 比如18-25岁的那一辈呢 是高至20%的 那所以呢 一般来说 18-25岁的那一班呢 本身他们的投票意欲已经偏低的了 再加上这几届 现在这个世代呢 他们不是那么想参与的 所以他们呢 就慢慢向下降 而中老年那一班呢 投票意欲都不高的 就因为他看穿了你的东西嘛 他知道左手又是糞乳味的巧克力 右手又是糞乳味的糞乳味的糞乳味 那究竟怎么选呢 哎呀我也是不选了 那所以中老年人 今次的投票率呢 都是偏低的 可能就打算招了双手 哎呀你们选了 我不想选了 你选了我的份 对了 有些这样的倾向 那这个是第一个point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种族的变化 就是因为英国越来越多 不同其他国家来英国定居的人 譬如有来自非洲 又来自亚洲 又来自中东 那这些人呢 他们对英国的归属感 很小 哦 就是觉得你们的 这种投票不是很关我事的 对了 你们那些东西是关鬼事吗 就是他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我没有赚多个钱好过啦 我剪多个头啊 帮人游多一半墙啊 送多个货好过啦 搞什么投票关鬼事吗 反正选哪个都不是很 我都不是很理的了 有种这样的心态 那所以就变成了 就算他是一个活跃的 是做事的一个成年人都好 他都很难把他在2000年前的 那个demographic那里放回去 因为他那个投票的意欲 还有为什么不投的原因 和以前不同了 这20年里面增加了很多 来自于其他地方的外内移民 还有譬如其他的欧洲的人士 譬如东欧人啊 或者其他欧洲国家 他们要投我自己国家的东西啦 你那里有什么关系 他有种这样的感觉 所以跟香港人很不同 香港人就是 我经常都说 你来到英国 你就要当这里是你自己的家 你当自己是一份子 所以其实香港人的投票率是高的 香港人做得非常之好 优质的移民 但是呢 其他来自其他地方的人 他们可能未必有太有个归属感 所以他变成了投票率就偏低了 还有根据政府在2024年的4月 发表过一部报告显示 原来社会的经济背景 也都会阻碍你投票的意欲 他们有研究调查显示 在1964年至2019年 做过一个叫做英国政治不平等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指出了 收入程度 教育程度 还有有没有拥有自己家居住的人的群体 分别是 如果你是收入较高 或者是你学历较高 也都拥有你自己的家居 你投票意欲 你是会大一点的 如果你三样东西都没有 三无人事的话 他的投票意欲是小一点的 其实这个也很容易解释的 因为你越拥有得多 那你的stake就越大 你能够失去的东西越多 所以你就越想是靠外来的因素 可以帮你维持着你现有的利益 所以香港人为什么投票率会高呢 其实某程度上 跟这个都有少少原因的 因为香港移民来英国的 如果你跟英国本地的基层比的话 compare 其实都算是较富裕的一群 所以大家因为能够失去的东西多 再加上5加1这个问题 就基盘着他们 因为能够失去的东西 多数他更加会踊跃去参与 如果当我已经是三无人事 比如说我又没有事做 我又没有饭开 我又没有屋住 我又没有教育程度 那你哪个输都一样的 那个鬼是什么 而且现在更加需要听 看看有什么利益得取嘛 他是不是都能够取的嘛 他本身都已经在够取的嘛 我也是少说我 你A和B都能够取的 就是有种这样的心态 因为他都没什么可以输了 所以如果那个社会人口结构 是越多贫穷的人士的话 那个投票意欲就会偏低 其实这个投票率偏低 是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状况 就不是太好的 而且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3月 发表了一份报告 他们就搜集了4100多个人 是做了一个问卷的调查 就发现英国有4乘4的受访者 是觉得自己是没有任何能力 或者信心去参与这个投票的 他觉得我投了票 都改变不了现实环境 有4乘4人士 这样想 另外有6乘3的人觉得 就算我心仪的party 是想去做执政党也好 对于地方council 譬如任何的policy的改变 或者是参与的成份 他觉得自己没有一个发言权 就算我举手说我想参加 我想去争取 或者改变这个policy 他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无力感 这个有6乘3的人是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就因为有那么多人 超过一半的人都有这种感受 就令到他们去投票的意欲偏低 因为觉得我就算给了票 我都改变不了任何关于我的东西 改变到其他东西没用 那些东西都不关我事 这个某程度上跟香港人来说 都是有一个关系 因为我听过有很多人觉得 其实我选择来选择去 没有一个是真的符合我的理念 来到这个可能有 A政党就有两三个policy 是对胃口的 B政党有两三个policy C政党也有两三个policy 但是他们不能够一次过要A B C 我只能够要 A B C 对了 即是你一个饭 你去吃饭 你去选一块餐店 你里面我只喜欢吃薯条 和里面那块牛肉 这个餐呢 我只想吃麦乐鸡 和喝杯汽水 那你怎么选 我拿不到 一次过满足不了的愿望 但是你会扭退而求其次 说要满足一半都好 不好意思一半都没有 即是这个有三分一 这个有三分一 那个有三分一 那怎么办呢 点子兵兵 是的 即是譬如好像 我觉得香港人会喜欢些什麽 譬如你是不喜欢那种 unisex那些东西 譬如那些左胶东西 那些什么blacklist 那些藏红旗 那些 即是你自己搞没问题 但你不要天天在我面前仰 是啊 即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保守党就是exactly这一种的 喂你搞不要紧 但是你不要将所有我们平时觉得是 习以为常的东西 突然间要改变了 他强行要遷就这个群体 这样就不对了 是啊 那这个是 譬如你支持保守党 其中一个原因 那比如Lip Dam Lip Dam 他说他最终都会想 回到欧盟里面 或者NHS那裡 有free social care 这些是对胃口 但是你会挣扎 我投给Lip Dam 可能机会性 都是比较渺茫一些 也没有那么全面的policy 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他真的实行到这个政策的机会 小 但是如果你说 我投保守党 我又想进回欧盟 又想多些生意 来往经济可以好好起来 各样东西 但是保守党主张脱欧的嘛 他脱总欧一定不会进回去的 总之保守党都不会死都不会进回去的嘛 那你投他 你就知道一定不会发生的 那样东西 因为我给大家看一看 那这个呢 就是昨天的选举 result 那你见到呢 那你表面上看 工党是赢了400多席 400多席 多了200多席 是吧 保守党少了200多席 但是呢 你细心点看下 他得到的选票 那这个工党呢 他是得到960多万票 而保守党呢 都有680多万票 那但是你再看了 工党呢 其实那个share 全部票数里面呢 他只是得到33.7% 是过不了半数不得止 只是过得三分一而已 而保守党呢 都有差不多接近四分一的选票 那所以你想一下 现在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下 你保守党是不是真的 完全没有民意的授权呢 对于工党来说 那个差距是不是真的那么大呢 其实不是 是十个百分点都没有的 你在那个民意调查里面呢 工党就抛离保守党20% 但是实际投票的结果 得票率呢 是过不了10%的 所以你说工党是不是真的 大幅度抛离这个保守党呢 在民意真正 如果一人一票 去选这个首相的话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坐定粒鹿赢呢 其实未必 那这个是第一个factor 第二个factor呢 也都要看回呢 就是保守党和这个reform party 得票了 如果你再看下去一点点的话 reform呢 其实都得到差不多 四百多万票的 而他只是得五席而已 reform有四百多万票是五席 保守党六百多万票是一百二十一席 完全不符合比例的 是吧 那如果你想一下 如果保守党和这个reform 不是有这么大分歧 你有听我们当时的意见 不如肥波领导reform 跟着两个合拼 你不要搞这么极端的东西 找个人在讲什么target practice 正正常常点 那你中间偏右 那你两个党加起来 其实你现在是过一千万票 是 如果你两个党加起来 其实是可以堪赢Labor 如果你纯计票数的话 是 分分钟是可以堪赢Labor 好了我们再看 这个是2019年的reform 保守党拿365席 是靠一千三百九十六万票拿的 工党的二百零三席 是靠一千万零二十九万五千九百十二票拿的 啊 即是说 其实工党 今年的票更少 是的 2019年拿的票 其实是更多 过他今次拿的票 你说死不死 所以其实你从这个reform 里面看到 工党不单止是没有赢 即是没有给2019年进步 是的 他甚至乎是退步了 那些人不单止是没有投票 也都甚至乎不出来投票的 是的 而导致到的结果是根本 如果你是以2019年做对比呢 他根本是比2019年更坏 所以这次保守党输的输是什么呢 除了是他自己损失了选票之外 因为上次是一千三百多万 他只剩下六百八十多万 他的确是差了的 但是他差了那堆票 其实全部都去了这个reform UK 你见到reform UK有四百多万票 上一次选呢 就是这个叫brexit party 都是reform UK的前身 是的 他只有六十多万票 所以其实很大部分是去了这个brexit party 那你再看lip dam lip dam上一次是拿了三百六十九万票的 而今次lip dam呢 其实呢 他是少过上一次 只有三百五十多万票 不过你要factor in 上次的投票率呢 是高过今届 是有差不多七八个percent 那所以呢 你要factor 这件事 的话呢 其实他的得票率呢 是高了的 那这个lip dam呢 就算你factor 这件事 我当他差不多了 高一点一点 那其实他是和19年的时候是没有改变了 就是英国人对于工党的信心呢 其实是维持不变的 那我见到譬如lip dam呢 赢的选区呢 大部分都是很多香港人住的地方 Sutton啊 Surbiton啊 这些地方呢 就是lip dam的大胜 那我相信呢 香港人在lip dam这个选区里面呢 是有一个很大的contribution 就是差不多可以直接导致到他多了 可能有二三十值都不出奇啊 那另外呢就是工党 为什么可以在没有多度选票的情况下 可以借到那么多值回来呢 那第一当然是要多谢这个reform UK啦 那第二呢就是 因为他是用一个策略性投票 那他们所有 他们将所有的宣传呢 原来呢 就堆在那些本身是保守党 但是呢 就和上一届呢 就和工党很接近票数的 可能差几千票 几百票那些呢 是 那跟着呢 就这个工党就强攻那些选区 自己票仓那些就不搞那么多宣传了 强攻那些差很少那些 那就在那里拿到他的那些保守党的议席 再加上reform在后面神助手啦 朱队友啦 后面戒票啦 那但是我觉得终归呢 整个选区呢 保守党的失败呢 其实是不能够说是因为工党的成功 其实和工党是没什么关系的 就是你看完这些这样的chart和analysis之后呢 大家对工党的那个印象和态度 其实是维持不变的 是没有变过 变的是自从肥波派对门事件 再加上下台 然后换了几个首相 接着俄乌战争 接着通胀各样东西 这堆东西加起来 一起令到保守党的 所以其实 如果你说保守党这次输呢 其实关不关工党的事 我觉得就不关了 大部分的责任都是在自己党里面 就是和外面其他党 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现在工党其实呢 他真正得到的民意授权是三十多个percent 是啊 其实他是没什么民意授权的 就是他上来做这个首相呢 究竟大家会信不信任他呢 其实我觉得就未必的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非常之观望期 我相信他头三个月 又会有一个蜜月期 就是大概一百日左右 过了一百日之后呢 就开始见真章了 那现在呢 保守党保得住第二大党的地位呢 那其实五年之后呢 他有机会可以和他练过的 Depend on这个工党 到时做成怎样 本身呢 我自己的想法呢 就觉得呢 工党如果这次上得去 这么年轻的 就起码做十年了 一般来讲 英国的一个循环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你说民意授权 其实这么低%的情况下呢 他未必能捱到两届 是啊 是吧 如果他说你的民意不是七成的人 都是支持工党 那不同的说法 他可能呢 就算下一届 即是今届做到尾 可能做得差些 那些人都还会给他多次机会 是啊 但是如果他说 其实今天民意 大家都不是很想给他一个机会 那叫做没办法啦 那给你下一届 是不是真的可以捱到下去呢 未必的 还有最后一个关键 就是为什么保守党会输呢 这个是一个命运的问题 因为呢 我其实呢 一早已经调查过呢 英国过往二百多年的选举 基本上 是没有一个政党 可以连续做到超过三届的 15年呢 基本上是一个cycle 15年是大限来的 就是他过了15年 他再要续命的话呢 已经是超越了你的生命周期了 就是等于你人类那样 我怎样续命都续不到150岁吧 是吧 因为生命的极限来的 是 所以其实已经到了那个极限 他是需要 到期 是要换人 要换天啊 没错 好了anyway呢 今集节目呢 去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铃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出片 下集再跟大家见啦 拜拜